官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 今天是2020年3月31号礼拜二 美国股市在本周的开局是十分的良好 四大指数是起涨了3% 但是今天台北的天气 有一点雾沉沉的感觉 所以可能今天台北股市会有一定程度的卖压 这个如果从过去一个天气股市学来看的话是这样 当然了当然了 整体的美国股市在周一开盘的时候 表现基本上是不错 好那整体最终四大指数是上涨3%以上 道琼是接近了上涨700多点 那强化防疫的控制呢 川普在昨天记者会上也宣布会延后复工 本来是到4月中 现在至少实施全国社交距离的准则 会延迟到4月30号 那为了要严格控制这次疫情的扩大 智力让预测死亡人数压在10万人以下 那么这一次的延后复工啊 几乎可以断定了第二季的整体的一个 惨状会比第一季还要严重的多 因为整体的一个4月就是不开工嘛 美国整体是锁国状态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的话 后续的经济数据资料啊 3月份就格外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4月份啊 会比3月份还要来的惨 这提供给各位 好那当然台股盘后部分啊 美股上周我是涨了这个大跌的900点 那中值了连三天的一个涨势 所以台股在昨天找盘 仍然是受到美股庞大的一个系统单的卖压 你说什么叫做系统单啊 简单来讲啊 外资在现在操作雅股或者其他股市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电脑系统程式单的一个措施 也就是不是借由外资实质有一个人来进行买入 而是借由台股到哪一个水位 台积电到哪一个水位 进行多少的买进或买出 所以这种系统单啊是非常制式化的 如果你是跌 那就没话的说 如果美股是跌 那台积电就必须要砍单 这个是外资目前整体的一个操作措施哦 当然 中间中场是一度重挫280点 失手了9500点 午后跌幅是收链状态 中场下跌69.49点 9629点 成交量收到1262亿哦 这是一个好事啊 这是一个好事 就是成交量持续的缩下去啊 很快啊 台股就可以进入实体的盘整格局 只要一进入盘整格局啊 其实也就代表着啊 等待下一波的一个上空趋势哦 这是好的一个状态 那当然啊 人行在今天早上已经重新宣布要采取逆回购措施 为什么要采取逆回购措施呢 利率大降20个基点呢 我们都知道整体人行在本次新春开盘以来啊 他所执行的实体的经济措施政策啊 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这一次的逆回购啊 仍然是针对短期的债券或者短期的国库券 短期的国库票券来进行一些降低利率的动作 为什么他不直接降准 为什么不直接大规模的降息目前中国本身的基准利率 最直观最直观的原因啊 就是因为目前大陆仍然想要守住这几年 他在去杠杆化的一个成就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要这么理解哦 本身大陆在这两三年以来 我们都很清楚中国大陆本身的地方债务危机 非常非常的明显 难道中共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他当然知道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在过去这几年 中共也立志于想要让整体的债务啊 更加的透明 我们讲的不是不要有债务 而是让整体债务的杠杆性不要这么的高 你想想看啊 我们债务的原理是跟后代来做借钱 如果后代还不起钱 那么在后代就可能产生 债务整体的资产破灭 和资产危机 那为了不让后代还不起钱 有几个手段哦 第一个像美国这么做 那就讲低利率 多印一点货币 我先把你的钱先还掉 但是这有副作用 就通膨率会上升 那第二点啊 就像中共这么做的 大量的去杠杆化 让整体的债务快速的下降 到一个合理的水位 所以为什么大陆到目前为止啊 都还是只愿意进行一些逆回购 而不实质的宣布 大规模降准 原因就在这里哦 好那当然了 杨金融目前我国中银行行行长啊 目前也表示说 不会调整 变成零利率或者负利率啊 当然了 整体台股的一个降码空间啊 仍然大概有 四到五码的一个降息空间在啊 所以 距离零利率啊 还有一段时间在 但是 这个杨金融已经表述说啊 可能可能 还是会有一些调整空间在啊 那接下来啊 最重要的事情是 油价 为什么我们特别来探讨油价 最直观最直观的一个原因啊 其实就是油价 在昨天啊 一度跌破20块 已经来到了 19.92块啊 这个是西德州原油的一个价格 目前纽约原油和布兰特原油 仍然在20块上下 做徘徊 当然还在20块以上啊 但是 现在西德州原油哦 降到19.92块啊 这个是2001年 这个网络泡沫以来啊 最低的水准啊 所以 整体对于 市场的一个警示开始敲响啊 就是 如果真的进入19块 那几乎就是 全球系统性的一个通缩状态啊 油价是一个观察全球 整体资产的一个指标状态啊 所以 当油价快速的跌落 到20块以下 如果持续在20块以下 那全球预料会有一波通缩期 这个通缩期不只是会油价 包括我们的 麦克风 手机 我们的所有产品物价 可能都会陆续的紧缩 可能会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少人消费 所以这是特别要关注的一个 我们常常希望说油价在低档 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布局 到19块都可以布局 分批买进嘛 其实 跌到19块也 也没跌多少了 能够再往下跌的幅度也不大 只是说 投机归投机 但是油价 低到这种水准 突破20块美元 这个对全球的经济体系来看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要 马上来看一下 这几周 油价的一个表现 能不能快速的回到20块以上 如果还在20块以下 那通书很快就会来临了 那当然美国旧市的四部曲 本来一开始是进行一些中小西业的贷款补贴 到后来呢 是主动为雇主来做减税 第三点呢 是上一次的两兆的经济刺激法案 目前有可能采取第四部曲 到底是什么 待会来会各位做一些分析 好 每天中央八点半 我们根据国际财经时事来做一些分析和解读 刚刚朋友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中中 跟我们一起互动 这个有时候收听Podcast 收听习惯了 也可以来我们的直播 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子 来跟我们一起做互动 都没有太大问题了 好 那观朋友马上来看一下 昨天美股的实质表现 昨天美股医疗保健和科技股 是大幅的领先大盘 即便油价在昨天快速的下挫 但是呢 能源股 自己都已经加入了上涨行列 尾盘最后一个小时 卖盘持续的冲高 中场四大指数是起涨 3%以上 道琼收涨近700点 为什么油价下跌 反而股市呈现明显的背离 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呢 从长期趋势来看 油价跟股市 不可能呈现长期背离 好不好 这个是从历史任何资料来看 完全没有失准过的 所以有可能短期上来看 可能是川普本身 发布记者会的利多效应 有可能是技术现行上的 一个调整 但是不可能跟油价进行长期背离 这个是至少我敢给各位做一些肯定的 那当然 美国目前最新的一个资料表示 整体的第二季失业率 最新数据最严重 会飙升到32.1% 总共美国会有4700万人失业 这个比1930年代经济大肖调的历史水位 都还要来得高 当然 因为现在人口比较多 所以失业人数也比较多 那目前整体的新冠肺炎 肆虐全球202个国家 一共有75.5万人染疫 至少36200人死亡 过了一个周末 美国已经有14.8万人确诊 2599例死亡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确诊人数 也超越中国了 美股市大指数的表现 道雄指数上涨690.7.3.19% 说在22327点 标普海指数上涨85.18.3.35% 说在2626点 那萨克指数上涨271.77.3.62% 说在7774点 费城半导机指数上涨56.3.8% 说在1545点 整体的一个股市上涨 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技术型上的一个调整 进行打底阶段 美股也差不多要进行打底阶段 那第二个消息可能是来自于川普宣布延后复工的消息性因素 延后复工其实这件事情到底是利多还利空 其实很难做确认 因为利空代表的是整体的一个复工产线往后延 那有可能其实就代表着后续后续的一个复工能力变差 产量变少 快速的进入衰退期 那另外一个想法是 这样子的一个措施本来可能到五月六月才可以遏止住的疫情 可能提早就可以结束 所以利多利空 然后各位自己判断了 但整体川普宣布这样的一个措施 至少至少是有助于疫情的 所以现在投资市场上很明显的一个投资氛围 非常几乎蛮明显的 就是所有分析师都一致认为 你现在能够刺激股市的消息 已经不是来自于经济法案经济措施了 而是来自于你发布的这个消息 有没有异于控制疫情 这个消息可以是疫苗 这个消息也有可能是封城 这个消息也有可能是有控制住目前的整体的疫情 那可能川普宣布延后复工 这件事情本身是有助于疫情的嘛 所以呢股市也进行了一些反应 好那台股昨天的一个状况 虽然虽然一度是中厨280店 失守了9500店 不过川山股和台塑四宝在盘中是持续的翻红 很有趣的状况 昨天美国的能源股大涨 那台塑四宝也翻红 但是呢但是油价在持续创新低 所以很有趣的现象 那昨天是低阶的买盘力道 持续的涌入不是外资 基本上就是内资 所以整体内资的买盘力道仍然非常的强烈 中厂是下跌 69.49点 9629点 成交量1262亿 无日线失而复得 当然上周五留下了很长很长的上影线 就表示有很大的一个卖压在 那今天呢又留下很 昨天又留下很长很长的下影线 表示说上面套牢的很多 下面呢低阶的力道也很强 所以呢两个交易日之后呢 我们到礼拜四啊 就会进入清明年假 所以四天啊 鬼故事特别多 官朋友要小心一下 如果短线操作者啊 我建议啊 四天变数还是太大了 像我在短线上的部位啊 基本上 在这几个交易日就会结束 我不想要 度过这四天鬼故事的假期 风险太高 风险太高 我连为什么要报股过年 我一直都在好奇说 对啊 为什么要报股过年 我就因为从几率论来看 报股过年没有问题 结果就报股过年 结果一样很惨 所以时间 时间其实就是股票上 很重要的一个因子啦 当然当然 如果清明年假期间 市场不要出现太大利空 打底期就会持续 那么打底期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就是一个上攻的一个可能性 好 再提供给各位 好 人行已经重启了逆回购措施 利率大降了20个基点 什么叫做逆回购 我们简单来讲 逆回购跟公开市场操作 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大陆所执行的逆回购 主要都是进行短天期的债券 或者国库券 什么意思呢 我们常讲联总会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是借由联总会花钱 买市场上的债券 他买回来之后 是不是钱要丢出去 所以市面上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钱 这些钱呢 有志于资金的活络 以及流动性 企业就不会因此的倒闭 商业银行也有足够的资金 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以此来活络经济 那大陆市场的公开市场操作方式 叫做逆回购 就是说我把债券也买回来 但是大陆主要针对短天期 包括七天十四天 最多大概三个月十个月而已 就不会拉太长 那为什么大陆基本上从疫情爆发以来 永远都在执行逆回购 而不实质的就直接把利率降低就好了 大陆大陆利率还有3%4%左右 很高的水准呢 联准会利率都已经0%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大陆不直接实质的采取降息呢 因为这两三年以来啊 大陆不断的实施大规模的企业去杠杆化 简单来讲啊 叫做企业整体的财务健全度 它要提高 也就是降低它的一个债务 那如果大规模的进行量化宽松 或者说进行降息措施的话 其实就是 借钱很便宜啊 赶快来借钱啊 这个你不用还不出来也没关系 反正你可以借新的钱来还旧的债 对不对 如果释放出这样的一个讯号 大陆本身所遇到的地方债务危机 就会更加的严重 我们常讲说 大陆是最有可能成为 主权在灰犀牛的地区 我们知道 那中共不知道吗 中共当然也知道 所以中共一定会想办法 这也是这几年以来啊 大陆在任何的经济措施上 你几乎看不到很实质的大规模的降息措施 你顶多就看得到MLF中期借贷便利措施或者逆回购措施 或者说变向降准措施啊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目前呢 大陆决定要再降20个基点的逆回购啊 这样的一个回购计划 基本上也是有利于资金上的一个释放 但是仍然是短天期的 而不是对于经济长远期的一个影响 这边提供给各位啊 当然我国中央银行行长 杨金融也宣布啊 不会把利率调整成零或者负利率啊 他说还是有降息空间 目前我国的重贴限率啊 是1.125%左右 大概降息空间还有4码到5码之间 那不可能会到零利率啊 杨金融已经说死了 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啊 保二的机会 如果第二季控制得住的话 可以保二 第三季第四季如果疫情持续延烧 那台湾经济成长率就不会保二了 这个是杨金融 对于目前整体经济措施的一个看法 当然我们之前讲说啊 资金释出这么多 你会看到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说大家都会觉得说 我说昨天我们提过嘛 说资金释出这么多 为什么全球资产总资产还在缩减呢 因为其实整体我们 不管是股市 不管是资产价格的一个家总啊 其实并不是实质的钱堆出来的 你以为台股市值有40兆 真的有人用40兆的新台币买入吗 你看起来原理好像是这样 但实质不是 什么意思呢 我举个例子 假设市场上没什么人要交易台积电 台积电从300块 我给他买涨停板 买到330块 因为一张嘛 没有人要交易 我就330块 所以台积电的市值瞬间就多了30块 但这30块是每张股票都多了30块嘛 不是 不是你从市值上来看 没错全部的股票都变成3030块 可是只有我一个人用330块买了这张股票就涨停板了 所以市场上的一个市值啊 本身这种价值就是一个比较虚幻的一个价值 它不是借由大规模的金钱所堆砌起来的 所以当它快速的一个资产规模快速的一个下滑 即使印再多的货币都救不了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世界上本身的资产价格啊 就是虚的 这个世界上本身的资产价格啊 就远远大于我们实质所握有的纸钞和货币 好这边提供给各位啊 那当然油价啊 我们今天见到一字头啊 有没有可能是一个通知的来源 你几乎可以肯定啊 随着纽约油价盘中快要差点跌破20块美元的一个价位啊 目前最直接 实质已经跌破的啊 是西德州原油的价格啊 现货价格已经重出7.4% 每桶来到19.92块 这个是2001年11月以来啊 首度跌破20元美元的一个大块啊 所以 呃上一次 发生这种事情呢 是网络泡沫所引起的美国产业萧条的一个状况啊 当时啊 那斯达克指数我记得是崩跌了有80个percent 那斯达克代表美国科技股的一个指标嘛 所以整体的一个油价 还叫这么低的水位啊 布兰特原油啊也掉到23块 纽约原油掉到20块左右 还算是持稳状态啊 还没有跌破20块 但这一次最受冲击的啊 你说任何原油公司都会冲击到是没有错 但是最实质冲击的是什么 最实质冲击的啊 就是目前的美国 页岩油产业 还有俄罗斯整体的原油产业啊 因为全球石油原油成本最低的地区啊 就是中东啊 沙吴地阿拉伯 那美国的页岩油啊 算是全球开发成本最高的一个地区啊 在这样的一个情态底下 基本上啊 美国目前整体原油公司 可能引发的债务危机是快速的飙升 那当然 讨论到这个 目前债务危机快速的飙升 一定要讲一下 整体 英国 国家主权债平等啊 降到 AA- 所以就是AA- 这样的一个评级啊 这是国际评级机构汇域所调降 英国本土的一个主权债 我们要知道英国本身的主权债 一直以来都是AA- 几乎跟美国主权债是完全等级的 包括德国法国都是 因为这些是属于这种极度发达国家 倒债危机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但是 惠域 居然因为英国公共财政的压力 你要进很多 针对疫情的措施和设施啊 他认为英国政府居然 这个倒债的可能性会因此而上升 不能说他一定会倒债的因此而上升 而且整体的惠域预估啊 英国的经济可能会萎缩4% 而且呢 整体的一个市况啊 可能会持续到 三个月到半年左右 所以调降了英国本身的主权债 所以这就再三的去证明 为什么 刚才我们提到的大陆央行啊 他宁愿做一些公开市场 造作逆回口 他也不愿意大规模降息 为什么啊 如果 这个 现在经济还撑得住 我就大规模的进行降息了 那不就代表的 我国主权债的本土危机就更高了吗 所以呢 惠域目前还没有调降 中国主权债的一个平等 但是 如果 中国大规模的执行降息措施啊 几乎可以肯定 中国的主权债一定会被调降评级哦 这个是提供给各位做一些想法 和借鉴啊 当然 昨天有195家的台股上市贵公司啊 已经实施库藏股了 我们跟各位 这个聊过 实施库藏股的一个最大用意啊 在于 把外在的流通股数给减少 实施库藏股代表公司 从外面把外面的股票买回来嘛 所以外在股数减少 本身市值不变 是有利于提升股价的哦 但是目前啊 实施库藏股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个是金管会的一个鼓舞 鼓励 放任状态 而且还有放宽措施 那第二点呢 是来自于 公司 本身啊 想要维持住目前的股价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啊 公司目前整体的一个整体措施 其实 遭受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来自于本土 不是本土 就公司内部啊 董监市啊 大量的进行 设置质押的状况开始出现了 什么叫做质押 我们常讲股票质押 讲的就是公司内部的这些董监市啊 他们手上很多股票 但是自己面临的财务危机啊 或者有一些现金流上的压力 那怎么办 那就赶快把手上的股票 之前洪海的郭台名是这么做嘛 把手上的股票啊 拿去抵押给银行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现金啊 因为我本身有一些财务上的一些压力 银行说好 那就把这些钱呢给你 那这会引起两个后果 第一个 第一个后果是 这一些设值比率的一个提升 其实就代表的 如果这间公司的董监市啊 它质押的股票越多 代表这间公司本身财务压力 基本上越大 对不对 你公司没问题 现金还够 你干嘛要质押这么多股票 那第二点啊 在于 如果这些董监市啊 涂谋不轨 当然这个几率比较小 如果它涂谋不轨啊 把这些股票拿了之后 不是 把这些钱拿了之后 就走了 那 银行就有这些股票的 除份权嘛 因为就跟 抵押房子一样 如果你 不把钱还回来 我就要把你房子处理掉嘛 打拍屋嘛对不对 那 银行就会有这些股票的除份权 可是股价已经跌到 股底了啊 这些股票都不值钱了 那银行 反而财务的压力杠杆行就会更加的高 所以 其实不管是从库长股 还是从质押股票来看的话 整体 全球 不能讲全球 全台湾的财关股市啊 都在尽量的可以救 自己的股票 质押股票 其实是一个 一点点的利空讯号在 实施库长股啊 是对股东有一个利多因素在 但是实施库长股啊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它质押的股票 太多了 多到啊 人家都觉得这间公司有点问题了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稍微斟酌一下 有195家实施库长股的公司 可以稍微研究一下 蛮有趣的一个状况 提供给各位 好看一下各位有什么的问题 我们赶快来做一些分享 谈一些交流 昌立说高铁吃汗吗 这个 不理你啊 不理你啊 李游则说通货紧说是经济衰退的现象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通货膨胀不代表是这个整体的一个经济 是属于大幅扩张啊 因为通货膨胀有很大程度也有可能是受到整体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影响啊 小胖说请问台积电台股和台积电美股的ADR有很强的联动关系吗 有高度联动关系哦 整体来看的话ADR的本身换算台币的股价会比台积电大概多3到5个percent哦 这个是长期的一个联动关系啊 所以当它的整体的溢价幅度啊高达5个percent以上 基本上中间就会有套利空间 什么意思呢 就如果台积电的本身ADR的股价来到400块 但是呢 但是呢 如果台积电本身的股价在台股啊 只有380块 那其实啊 其实啊 至少可能会有5块到10块的一个套利空间 台积电ADR跟台积电啊 本土啊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联动关系哦 这是事实 小胖还说啊 台股主体完成啊 有比较建议先看台股哪几只股票通常会率先充现什么 比如台积电鸿海 我个人认为啊 嗯 其实我个人认为永远都是不可能 如果你要找标股不可能是找全只股嘛 这个如果从大盘角度来看 当然是台积电鸿海这些全只股 0050啊 这一类的一个成分组合股了 那你如果说啊 会有优先标股的那一定啊 一定是中小型个股啊 本身的一个整体的股价波动性会比较高啦 所以啊 其实我要各位建议各位斟酌啊 有时候我们进行景气投资的时候 就非常不适用于中小型类股 你要嘛就选定稳定型类股 比如说食品股金融股 你要嘛就选定全只股 这才是景气长区投资的一个循环个股啊 如果你是选择啊 这个啊 高度电子股相关的个股啊 因为产业更迭性比较高 而且股性比较活泼一点 尤其如果你投资生气股就知道 那我那股性活泼的要命 对不对 跳来跳去的 所以要稍微斟酌一下 提供给各位啊 啊 书语说 为什么美国感染人数越多啊 股票涨越高 你这是一个解读啊 但另外一个解读是 它已经跌够深了 这也就是一个解读啊 你要想想看啊 我们在历史上啊 总共经历了 诶我忘记四次还是五次了 四次美国的垄断机制啊 有三次是在上上周看到的 你就知道 其实这一次的股灾 是创了非常非常多的历史记录 到时候 等整体的疫情结束之后 一定有非常多的经济学家 去预估 为什么 光是一个疫情造成的恐慌程度 会高于几乎历史以来 全部的资产泡沫危机 我们讲的不是说整体衰退的幅度 我们讲的是 整体投资人恐慌的幅度 居然会比金融系统爆发的危机 还要恐慌 因为跌的速度太快了嘛 对不对 这边提供给各位啊 做一些了解啦 好 好了那 8点58分 今天我们就 早点结束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 我们就明天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说油价虽然是紧缩的指标 但这一次油价的操控不是人为吗 这样的指标还能当准吗 你说的对哦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一次油价的一个崩跌 第一波来自于中国本土需求的衰退 第二波是什么 第二波是来自于整体欧美疫情的延烧 需求也再度的衰退 一直到第三波 才是沙国跟俄国本身谈判的破裂 所引发的股价 油价快速的下跌 可是这一波啊 投资市场几乎已经肯定 当下就已经反映完 而且进行上谈了 各位还记得上周还是上上周啊 油价是快速的上谈 差不多有10到15% 这个上谈几乎就是抵消 沙国跟俄国本土油价的一个冲击 所以后续油价的下跌啊 来自于持续全球性的一个 需求紧缩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你说油价会不会取决于供给和需求 供给它会牵扯到 需求它也会牵扯掉 但是目前影响整体油价的一个事况 不是供给哦 是来自于需求整体的下降 我们都知道川普啊 已经大规模的进行 原油的战略储备的收购 即使这样子做啊 都无法顺利的提升 美国有很大的一个原油收购压力 来源于本身的页岩油成本太高了 高到他一定要把油价拉起来 否则这些企业会倒债的哦 所以提供给各位 所以一些想法还接近啊 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我们就明天早上八点半再相见啦 拜拜